大家好 我是艾迪先生 那今天我要來示範藍牙六分PVC管的縮管動作 那因為我們這個藍牙六分PVC管 它的這個口徑外徑是26mm 那我們台灣應該是說我們在賣的這個 這個白色的立體三通或是四通25mm 差不下怎麼樣就是差不下 那這個立體三通的話這一頭 這個內徑只有25mm所以它26mm是差不下的 那一般來講我們不會去對它做擴口 我們最好是對這個藍牙的水管做縮管的動作 那怎麼縮呢 我們來示範給各位看 那今天我選的這個藍牙是厚的3mm的 越薄越好縮 越厚越難縮 那今天我特別先拿這個厚的來說給各位看 那考慮到這個噴燈的使用 那噴燈的使用的話我想 百分之九十九的DIY的人 對噴燈的操作是屬於生熟 並不熟練 那我在操作這個噴燈是蠻熟練的 因為我在小學的時候就跟我爸爸 不過那是已經五十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我們台灣的一個自建住宅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用那種鐵的壺梯 有木頭的有鐵的 鐵的壺梯上面會裝一個樓梯壺索 紅色的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過 如果你住在老舊公寓的時候 可能會看過這個 壺索是紅色的 從上面一直蜿蜒下來 那時候我是跟我爸爸 在嘉義雲林這兩個鄉鎮 到處跑去做現場施工 所以我也經常在安裝這個扶手 那扶手就是用 我們會操作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灰雞 那個那時候的灰雞是 裝汽油 跟現在這麼不一樣 那時候都要去加油 然後打壓力 然後弄一些油在一個油草 然後點火讓它燒到這個 這個噴氣嘴 燒得快紅了 然後再開始來做這個噴燈的動作 那時候講實在外 跑了好多年這個工地 所以說 我們覺得沒什麼的事情 但是 對於這個 一般的DIY的朋友 應該是有點難 因為你要拿這個噴燈到處甩 不只難 恐怕也有危險性 那所以今天我們最好是把噴燈放在地上就好 你不要去動噴燈 因為你沒那個技術 就不要動噴燈 那我就擺著就好 那擺著就好了 那我們把這個管子拿去加熱就好 那你加熱你就在那放就好了 可是這個放也有技巧 你不要這樣放 你也不要這樣放 這樣不好 因為你這樣放的話是加熱它的外圍 事實上內圍也順便加熱是比較快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說 這個噴燈 你從上面看下來 你鏡頭站起來拉上來 你不要這樣過去 你用45度角這樣烤 噴燈會噴到這個裡面 熱熱火會噴到裡面 這樣的話會比較好 那我們噴燈稍微調大一點 就這樣子 就是有部分那個噴燈的一個熱源 會沖到這個裡面去 你就拿個報紙 報紙就是比較多張 比較多張 這樣你的手台不會弱 你可以去捏捏看 現在是不是已經有 有這個熱了 有軟了 那你你烤的話 大概烤前面大概三公分就好 你不用烤太多 你看這樣已經開始軟了 有沒有 捏捏會動了嘛 這樣會比較快 不然你如果說 說光是烤外表沒有烤到內部的話 就慢多了 然後你發現這個 這個這個塑膠管已經軟的時候 你用這個捏住旋轉 用手捏住它的末端 末端 然後把管子這樣旋轉 這樣的話會讓這個管口 末端這邊會會逐漸拉長變小 剛才我們這個戳不進去對不對 我們現在捏捏過以後就戳了進去 有沒有 這樣就戳進去了 那你 你也不要戳得太裡面 因為這個東西已經被你弄軟了 大概這個兩公分左右就好 大概就這個位置就好 你太多也是可以穿進去 因為葉子是軟的 那會變成跟你預取的那個長度會差很多 所以說這樣 差不多這樣就好 到時候我們再沾硬直澆水 就可以 可以把它黏得很緊了 大概就這樣子 那當然啦 這麼費工 就是因為 因為你手上可能會有這些東西 那事實上我們也有賣那個白色的奧速迷你水管 不用烤就直接戳就好了 那麼 那麼 容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